2018 WTA 台湾公开赛赛会执行长阳会如座和赛会主席与正线共同揭开球员名单 图 WTA 台湾公开赛提供分享 WTA 台湾公开赛将在明年元月27日开打 昨日大会公布球员名单 有超过20位单打世界排名前百个好手来台竞技 包含世界排名第六的乌克兰美女史维托利娜 未来还会有两位重量级的国外好手或外卡来台献计 赛事执行长阳会如透露 还有两张会内赛外卡 预计会有曾是世界球后或是大满贯的球员来台参赛 但目前还在阶下中暂时不公开 台将除了李亚轩或外卡外 谢淑伟也有报名参赛 但由于他的世界排名103名 几不进会内赛 再替补名单排第四位 若前面有四人在赛前退出 将可获得参赛机会 如果谢淑伟最终没能替补参赛 大会有计划让主场球迷看到更多台将出赛 杨慧如表示 只要选手愿意 大会将提供外卡 昨日大会公布第一张三打会外赛外卡给李亚轩 他表示很开心连三年或外卡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希望以赛代训将亚运视为主要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